這個怒賞的夢想甚麼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和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桃子 歡迎準時收聽收看 我們的桃色新聞orest Orange 采嘶 我是 reserves 我們今天要來講一講那個 等一下那個趙影城留鬍子這件事情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不好看 我覺得不好看 捆手的流鬍子會好看 等一下 他很得意在摸自己的鬍子 超牽重 真的 但是他為什麼 他是位戲嗎 就是新造型 奇怪 但他剃掉鬍子比較帥 我覺得 他為什麼不能修一下 我覺得有點太多 你說那個型 對啊 他感覺是 好 史丹麗讓大家看一下你的鬍子 史丹麗是有修剪嘛 對不對 對啊 造型層沒有耶 他連下巴 什麼 我本來下巴也有啊 只是因為後來白了 我就把他都剃掉 整個 就感覺在亂長 我覺得 還是他的角色 或是他造型就是需要亂長 角色需要可能演流浪漢之類的 不是有鬍子就流浪漢好不好 流浪漢應該才會有鬍子吧 流浪漢有鬍子 我推薦一下那個啦 黑盒子 LINE TV 也是李里仁演出的 然後他其實是從漫畫改的 對 然後我 因為他去演 我就上那個 webtoon有看 嗯 就是蠻奇幻的一個故事 喔 這樣子 嗯 然後大家 大家可以看他又演一個流浪漢 又演一個 又又演 對 因為他流浪好多次 對啊 然後又一下在西門町撒錢 真的 然後現在這個流浪漢是 就是他 呃 他就是因為一個很 很奇妙的遭遇 然後本來是在街頭睡覺 然後突然就看看 欸什麼 有一個什麼東西他追進去就 哇 突然牆上有一幅畫 嗯 就是畫得很多彩 很像那種熱帶叢林 嗯 然後就想要說 啊這曾經是他想要去的地方 他的夢想 然後結果就有一個戴面具的人 拿著一個盒子出現了 嗯 所以這個請就不能破梗 對 大家可以看一下 Line TV 好像也有參加高雄電影展 哦 對 然後欸 要講什麼 那個趙寅辰的鬍子 然後我就覺得說 啊 欸 欸 真假是 對 就是看了 看了moving就覺得說 他臉 皮膚還蠻好的嘛 又帥 嗯 那結果呢 但是現在如果你不想看他鬍子 你可以看偶然成為社長 偶然成為社長第三季 哦 Disney Plus 對 對 他現在目前我們在錄音的同時 他只有上一集 他好像是每週四的下午更新 OK 寒笑周慧會合 嗯 對 對 那第一集就出現了 對 不是 我後來真的覺得韓仲很狠欸 哦 他是在 Mariana 就是一個靠近San Francisco的地方 我想說那地方你應該會知道 他們去的地方 Marianna 我不太知道 因為他在比較北邊 哦 但是你會發現韓仲很狠欸 嗯 他一下飛機就開始往北開 嗯 你知道那條路要開大概四五個小時嗎 呵呵 啊你又有時差你懂我意思嗎 對 而且真的自己開 對 他們兩個自己開 那開那個車呢 就是現代 Ionic 5 哦 電動車 哦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開始討論 這車續航力有這麼多公里嗎 他們去哪裡充電 就一直在那邊討論那部車這樣 然後他走的公路是會看到海的那一條 往北走會看到海的 不是沙漠的那一條 我忘了是一號還幾號 欸你是說從LA開到 那是一號公路 那是一號公路 對啊 我有開過的 欸很累吧 還蠻累的 你開幾個小時 我開幾個小時 我真的從 哦 我還是開到中間一個 一個室 然後 有住一下 住一個晚上之後再去 第二天再開 對啊 對啊 我覺得他們是配過去的 好可怕 而且從頭到尾 那個車太炫沒有幫忙啊 對 因為他們就很重視備份啊 韓國人 好累 除非是車就哥哥有開口說 欸我來開吧 不然通常這種都是年紀小的人 一定要主動去開車 我就覺得說 其實當然啦 就是我也不知道有時候 真人秀在堅持什麼 我的意思說 比如你開店 你要去做飯捲 你要煮湯 我覺得那個當然要堅持 是 但我的意思說像這種 你就拍幾個鏡頭 你就讓他們睡覺吧 對啊 他們真的就給我這樣 開到那裡去 好可怕 好可怕 然後就去了一個叫 亞洲超市 對就是其實就是亞洲超市 然後就是 以韓式料理為主的超市 對 就什麼油 什麼鹽都有的那種超市 就是各種韓國的東西 甚至他還有熟食霸 就是可以租給大家吃 那我覺得欸是蠻好看 因為事實上在美國 你知道現在 China Town已經沒有那麼盛行了 嗯 他已經 在西岸都是比較散一點 嗯 然後可能會有比較好的超市 反而是那個叫什麼 呃 有大華九九 但是有另外一個就是 欸我現在想不其他名 但是香港的 港式的 喔 對 就是你會還買得到什麼 五花肉這種東西啊 什麼就會去這種超市 喔 但是他也比較 像西岸的話 如果是LA 就是什麼 San Marino啊 這些地方 Rolland Heights Rolland Heights 對 Rolland Heights有沒有比較密集 超密集的 喔 那可能Rolland Heights Rolland Heights真的 我每次去Rolland Heights啊 你真的不覺得自己再沒過啊 因為你看到招牌 永遠都是中文 喔 不會有英文招牌 什麼東西都買得到嗎 嗯 應該都買得到 比如說有什麼 不要說買得到 你連豆漿都喝得到 還有早餐店 啊 科學麵 台皮都買得到 然後什麼什麼 沙茶醬 牛頭牌什麼都有 公園醋 公園 都買得到 喔 那那抱歉 那是我 我沒有去Rolland Heights這樣 但是就是 我自己的感覺 喔靠 這被女兒影響 我都去韓國超市 喔 因為他想逛一些唱片行 對 然後他逛唱片行 我就去韓國超市 那你就發現 韓國超市的東西 真的 就像你剛剛講 你可能去Rolland Heights 你就覺得說 欸這好像在台灣啊 對啊 就沒有變 該有都有 你去韓國也 去韓國城也是 那韓國城比較可怕的是 像 他的超市 比如說H Mart 他可能在 呃Korea Town裡面是 每隔幾百公尺就一家 喔 大概會有三家是在 方圓幾公里面 跟台灣的Seven一樣 對對差不多了 對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喔 怎麼這麼密集 然後你也覺得 這樣子生活好像 還蠻方便的 嗯 好那這個偶然成為 社長就是趙影城跟車太炫 去了 呃 靠近舊金山的一個 亞洲超市 然後去當 當店 店主這樣子 當 那個 店長 因為他們的第一季 是在比較 鄉下 然後很小間的 雜貨店這樣 有點像雜貨店 在韓國 對 也在韓國的鄉下 然後第二 第二季的時候 那個超市規模就變大了嘛 很大 他們就是一直被嚇嘛 然後第三季一進去又再度被嚇到 所以這個是第三季 對 就更大了 而且這次的廚房居然有兩間 嗯 廚房等一下不是超市嗎 就是他們會有 超市啊 因為他會讓趙影城去煮拉麵 就煮 賣中餐晚餐 給當地的人吃這樣 欸我跟他學了好多道了 我現在覺得 就是他會 他其實真的是會煮菜的耶 會自己煮 但其實韓國料理沒有那麼難 嗯 因為他們的調味料很好 是 再來他們有大部分的 你想想大概什麼 年糕海鮮肉 嗯 他比如說湯 像他煮的那個什麼 明太子魚的肝 然後把它弄弄弄弄 那個感覺好好喝喔 然後再加那個雪場蟹 對 還有棒殼 然後再 就是湯底不可能不好喝 你光聽這個組合 就很鮮嘛 而且我我其實在家裡偶爾會煮就是因為他們已經把湯底做成那個像茶包 嗯 小魚乾茶包 香菇茶包 嗯 就是丟進去那個湯就很鮮 再加一些蘿蔔跟大蔥 今天在聊那個韓國綜藝家 偶然成為社長的第三季 迪斯尼普拉斯獨家 對 然後那反正就是趙影城他就是很會煮菜嘛 對 那車太炫就是收银機那邊 對 而且他也都擺明了 像這第三季啊 他們一去最大的衝擊是要做那個紫菜飯捲 嗯 而且一天要做好幾百 他本來估說這樣算算是140捲 結果後來他就打電話問老闆原來的老闆他說你不能離開美國喔這樣子 嗯 然後老闆他說 我問一下啊 你每天那個飯捲做幾捲 而且他說平日喔 平日 大概 老闆說三百捲 他們全部 哇 三百捲 而且你要想他們原本的可能就只有老闆跟老闆娘兩個人 對啊 然後他們這次去就比方說第一批底打的除了車太炫跟趙影城之外 韓孝洲去了 還有另外兩個男生 嗯 他們總共五個人 嗯 要做這些事情的準備 另外那個也高高的怎麼像宅臉版的趙影城啊 他們兩個很像對不對 對啊 連髮型都很像 他在第二季也有去 哦 然後他也是他們的就是有 算小弟 他們的朋友 哦 就是每次都會提 他是演員吧 他也是演員 但是就是很可惜一直紅不起來 好像叫林 林 林什麼州 對 他們一直叫他什麼州就對了 他 不是廣東州的各位 他一直就是 其實他去第二季的時候就很多人注意到他 嗯 因為他就是一個默默不太講話 嗯 但是也是就是很會做料理 所以他都會在廚房幫趙影城的忙 林州患 對 嗯 還有另外一個是影鏡浩 嗯 就是常在演爸爸或警察的 或是演壞人的 對 然後就很多人說 他看到那個影鏡浩就常演壞人那個 嗯 在這個韓仲裡面人很好 然後又很搞笑 他覺得他不太習慣 嗯 就看了之後害怕 怕他下一秒會做出什麼事 哈哈哈哈 然後他們還有這個菜單其實就三個 就是我們剛剛講海苔飯捲 還有一個是雪蟹泡麵 對 另外一個就是明太魚肝醒酒湯 嗯 對 嗯 然後所以其實這樣我們看都很想吃對不對 超級 欸然後我我因為中間我有去廚房一下啊 我就沒有把它按暫停 韓孝州住哪裡啊 因為我看到男生全部去的宿舍嘛 他們原本像第一季跟第二季 都會直接住在那個超市 可能後面會有那裡 對有小床鋪或什麼可以水 嗯 然後這一次就是那個那個原本的老闆就說直接讓他們去住他家 對啊哎就是那種別墅了哦 哇哦 好幾個大房間 所以老闆很有錢耶 哈哈哈 沒有其實在美國那個房子你要看地點啦 對啦對啦 但因為他老闆那個房子就是好像原本分配下來就有兩個人要住同一間 是 然後車太軒跟趙影城一人一間 然後他們其他兩個男生住一間 所以我在想會不會是因為這樣說韓孝州 去哪裡 就去別的地方住 哦 對 重點來囉 你覺得韓孝州跟趙影城到底有沒有相愛 哈哈哈 他們兩個 好像沒有哦 對 但是啊 你知道因為我們現在就是一直全網都希望他們談戀愛 是 所以我在看這個的時候我就會一直看這兩個人的互動 嗯 就比方說 他們兩個先到嘛 其實趙影城跟車太軒先到 嗯 然後其他三個人也不知道是 是不是不同班機還怎麼樣 照理說應該會會不同班機嗎 對 因為他們 因為是兩個男的先到嘛 對 後來這三個人 很像中後來才來的嗎 沒有 他們三個一起來 他們在蒙特雷耶 是那個 我剛才看他們是在 你講的不是那個LA的 不是蒙特雷 這是一號空宿就是我住的那個 那就是我中間住的那個 我中間住的那個 啊你休息的那個 對 也是一個港口啊 一個港口邊的 是不是荒涼小鎮還是 不會還算熱鬧 還算熱鬧的地方 然後還有一個很大的水族館 對 因為韓孝州跟其他兩個幫手 這三個人是一起到的 他們到的時候還 反正那個超市門口就有貼韓孝舟演的電影的海報 然後他走進來我就注意到說 趙映成一看到他就一直黏著他跟他聊天 對 就黏著他 然後拿什麼飯捲也只拿給他吃 其他不知道是不是被剪掉 對啊 我就覺得趙映成一直黏著他 有人就標題就寫說 主動幫忙提包包啊什麼的 可是這群男生有一點小訊 因為他們全部不會講英文 他們英文都很賴 所以就靠韓孝舟 所以韓孝舟英文是好的 還不錯能溝通的 就跟他說你幫我切片這個肉 然後他們就說你不要走啊 你要待到最後一天啊 對啊 然後連買水什麼的也是 對 男生也都不行欸 然後連打招呼什麼都有困難 這麼有困難 打招呼是一個嗨會 因為他們一開始到的時候 然後電話就突然響了 嗯 那本來那天是不營業的嘛 對 然後測太軒就很緊張說 我要接嗎 嗯 我要說什麼 然後姊在說 哈哈 hello 哈哈 hello 對啊 就是其實 看到會有點嚇一跳 因為其實也不是說要多難的英文 對啊 就簡單的溝通 對啊 因為我覺得幾個男的戳在一起 不是 這反了吧 應該是我要講說韓孝舟走了 我要看誰吧 為什麼是你們在那邊講的 不是就沒有火花 沒有火花有變化 我就不能一直看他們兩個 有沒有偷偷幹嘛 你們只是想看他們兩個幹嘛 對對對 不是 然後重點是 他那個超市真的很大 然後韓孝舟都會問到關鍵問題 然後都會 那個節目組就會預告說 這果然後來成為問題 就他 那韓孝舟說 欸 啊你知道這東西賣幾塊錢嗎 對 然後那個人就說 喔 我不知道 好像車太軒 我不知道 可是本質上應該有寫吧 嗯 他說可是他沒有貼 對 所以他就預告說 這將來會成為一個大問題 因為那個超市不是像 現在一般的不是都會BB嗎 直接刷條嘛 嗯 他們的超市沒有 喔 是要 比較傳統 上面有貼一個 對對對 貼價錢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賣掉這個東西之後 你如果沒有記住他標價 你怎麼知道下一批進貨的時候 對啊 你要貼多少上去 對啊 啊 但是我還是不想理那些商品 我還是要看 韓孝舟跟曹明誠 而且當然要走 就是又要拍戲來幹嘛 對 對 所以他只來一下 嗯 不開心 對 那不會是那個孔孝真要來吧 喔沒有沒有 後面有一些 好像已經預告誰會去的 你的韓孝舟如果走 那就是要孔孝真啊 沒有別的啊 哈哈哈哈 他們不是也演過戲 對 對不對 目前好像沒有看到他 要不然就是 全志賢會來嗎 會嗎 會嗎 會吧 千送一 野蠻女友 對 對不對 很久沒有喝氣了吧 不然不然 你們兩個真的 我們在許願 你們兩個真的好像 而且我們許願都是女生 我們是阿豬馬 對阿豬馬 然後在那邊自己 一定要看火花 幻想跟腦補 對 對 因為第一集我真的一直在看他們兩個的互動 對 然後有一段還蠻甜蜜的互動 什麼什麼 廚房裡面啊 怎樣怎樣 他不是說 啊在這裡我就想回想起什麼 我開炸豬排店的時候啊 我漏掉那一段嗎 然後他就說 趙影城他就說 我自己一個人獨立 撫養我們的兒子 我真的好辛苦 然後趙影城就跟他說 嗯你真的辛苦了 你值得更好男人 然後一堆網友就不開心了 對阿這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啊 等一下 男人講的話什麼意思啊 兩位你們也都 一個還是在電視圈 你們也都看了幾十年的電視 你們以前都不會說 這個是誰的嗎 這個是誰不是誰 這一定是誰的吧 好我們剛剛太入戲太深了 我想要相信他們真的在一起 欸可是我想問 就是說觀眾朋友們 就是說到底實境節目 吸引人的因素有什麼 比如說史丹林 你會覺得 你想看實境的什麼 就是當然就像剛剛講 就是大家都會覺得 實境節目一定都會有 那個誰的成分在吧 對 應該都會有 都會多少都會這樣覺得 但是我覺得 就不管他是不是吃的或怎樣 但是我覺得 你至少會讓我 想要看下去的因素 例如說 橢中康罵人 還是要不要罵人 類似啦 斷失控之類的 類似啦 或是說對 或是說 怎麼突然跑出一個爆點出來 你預想不到兩個人 然後在一起 就是這樣子 這個偶然成為社長的第一季 我其實最喜歡第一季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去的真的是 鄉下地方 嗯 然後那個超市是很小很小的 傳統超市 嗯 咖啡店 對 然後真的會有那種 好像他們兩個已經退休 去經營那個雜貨店的感覺 會有悠閒的時光 嗯 可能泡個咖啡 我也喜歡這種 我不喜歡真的 他們現在好像 這個偶然成為社長的製作單位 已經整他們整上癮了 就是要一直出狀況給他們 然後超市越搞越大 然後怎麼廚房有兩個 然後大家都要來買你們的 什麼包 什麼紫菜 紫菜飯卷 對 然後一定要吃到你的拉麵 每個人忙著手忙腳亂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製作單位整他們上癮 哦 你知道 我剛好不是小孩笑氣嗎 他們賣炒泡麵嗎 他們去煮了三個小時 我看到 我看到 三個小時 因為呢 一開始 然後我就啪啪啪的打臉 那些媽就說 欸 誰要去之前 還說絕對不幫忙 我說 對 我還買了一千多塊的卷 我想媽要在這邊 大吃大喝 當大爺 結果我一去 他們攤位 我說來 我要兩份 我想說吃完 我就走 嗯 結果那女同學 就很小聲 很小聲 我說怎麼了 她說沒有 這是你的編號 這樣 我說哦哦 好好好 然後我就看 我說大概要多久 她說 我不知道 我說怎麼了嗎 我說 怎麼沒人在煮麵啊 嗯 她說 因為我們跳電 所以一碗都煮不出來 哦 我說那老師呢 她說 老師跑回教室 她教室 那天下大雨在山上 老師要端的鍋子 跟食材 跑回教室去煮 再端回來 就是這樣的狀況 我跟老李 袖子就捲起來了 說來 好 然後老李就走到 那個煮麵區 有一個卡式爐 還是什麼 她就開始煮麵 我拌麵 嗯 然後 我拌麵 我就指揮了小女生 我說來 你把所有的醬料包剪開 嗯 然後 我後來就SOP到 就是你把醬料先放在 三份放在一個碗 我這也是三份麵 嗯 弄好 因為我不用等你嘛 對 你趕快先弄好 三份 然後我就開始用麵勾 拌 這樣 然後到最後眼看那個 蟹肉棒 跟青菜都不夠 我說分散 把蟹肉棒拆開 哦 一絲一絲 然後青菜剪掉 然後就 這樣延續她 就變成說 她的那個SOP 其實很重要 就是一個店的SOP 對 但我就覺得 我看這種 我就會覺得 不chill 我就反而真的比較喜歡看那種 就是 大家還可以坐下來喝個茶 喝個山的那種 就像以前那個啊 Tales House啊 雙神公寓那樣 其實沒有任何的任務 也沒有要幹嘛 就是看到 就一群 就六個人在那邊生活 然後很厲害 這一種 其實光露營 也沒有任何任務 嗯 對啊 他們的任務很少很少 對啊 對啊 就是我覺得後來為什麼他們會說實境變成慢重義 對 其實大家有時候真的壓力很大 就覺得一定要做一個什麼這樣 做不完的功能 我就想躺在沙拉上 看你們聊一聊 對 會打出什麼屁來 嗯 就跟那個哈林哥騎腳踏車環島那個一樣 對 哦 他們是怎麼樣 是很壓力很大嗎 沒有 我沒看 但是他們也是幾個大叔 然後就是 對就是環島 可是他那個很硬 很累 對啊 那個是真的用體力換來的 真的 那個 所以剛剛可能如果哈林哥有聽到 我們在替趙影城心疼說 哎呦 看那麼久的車 他說什麼 我說騎的 我才想講說 因為趙影城很高嘛 嗯 然後其實他就是每天都要煮那些東西 什麼都很累 他在第二季的時候就 中間一度就去看醫生 哈哈 因為腰太痛 因為腰太痛 我煮三個小時泡麵的時候 最後我再幫忙數卷 我是一直這樣拉伸 就是仰天長笑 因為腰真的沾得會很痛 又不能坐著煮 又不是日月潭那個茶葉蛋阿伯 來 只要招手就好了有沒有 所以實際在 他在韓國的收視率 好像還不錯 對啊 所以才能做到三季啊 台灣不知道接下來 還會不會有這麼多實景秀了 不知道 因為後面的收視率 都有一點點慘 嗯 對 但是可能 這個我們下次可以來討論 到底這是 為什麼是規模預算 還是 就是沒有抓到精髓 對不對 好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推薦 謝謝你收聽收看 拜拜 拜拜 就愛點你 UFO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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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